京区歌王潇敬腾昨天,20日,下午在高雄巨蛋进行第二场演唱会彩排时,发生LED荧幕掉落,舞台显崩塌的意外,索性无人伤亡。 老肖在庆功宴上还原当时的惊险情况,直呼惊死人,突然就听到啪一声,往后还看到所有东西都在晃,听到导演要大家赶快离开舞台的指令,老肖把腿狂奔连往回看都不敢,他也坦言这是自己出道以来最可怕的一次。 老肖昨晚延迟157分钟才开唱,演唱会员满落幕。 庆功宴上他还原意外发生情况,老肖说自己那时戴着耳机正在打鼓,听不到外面的声音,突然听到啪一声,转头一看所有东西都在摇晃,接着导演大喊所有人离开舞台,老肖于一声。 老肖于是赶紧向外跑,他笑称我应该是跑最快的。我刚好在舞台中间台面上,乐手在凹洞里还要爬起来出去,还有闲乐手在上面。 事后老肖用惊死人形容当时的惊险情况,并坦诚这是他遭遇演唱会最可怕的一次。 而意外发生后,虽然老肖对于不知如何开口向粉丝说明感到焦虑,但理性的他仍选择面对,先确认现场安全后,再和团队研究问题,强调自己不想制造恐慌,要有心理准备啊,事情就发生了没办法。 若是这样大家退票那没关系,我们应该接受,承受,所以能演示个奇迹了。